据吉姆新闻,最近,不少呼和浩特的市民在微信朋友圈刷到 年底前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货 医保统筹的额度没用完,就会被系统自动清明的信息 呼和浩特是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介绍 医保统筹额度指的是在一年内 参保人员因医疗费用支出 可以从医保基金中获得支付的最高限额 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是指 参保人员在一年内接受门诊治疗时 医保统筹基金能够支付的最高金额 在年度开始时确定,并在整个年度内有效 当参保人员的门诊医疗费用达到起伏限后 即可按照规定享有门诊待遇保障 直至达到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金额的上限 门诊统筹的报销限额并非每位参保人员 必须达到的上限 实际上,这一限额只是用于规定 医保基金在一年内能够支付的最高金额 参保人员的实际医疗费用可能低于这一限额 也可能因特殊情况 如重大疾病、长期治疗等超过这一限额 在超过限额的情况下 部分费用需要由参保人自行承担 在实际操作中 一些参保人员可能对医保政策存在误解 认为年度结束后报销限额会清零或政策会作备 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 医保政策是长期有效的 而年度支付限额只是在一个特定的 时间周期如一年内有效 当新的年度开始时 年度支付限额会重新计算 但并不意味着之前的政策作废或报销限额清零